好各位们大家好我是董玩买这一视频是乐道L60系列视频的第三期啊第一期呢拍了一个静态的给大家展示了乐道L60的空间到底有多么巨大内饰做工到底怎么样 那上一期呢拍摄的是一个动态视频整个车驾驶过程中舒适性很好能换电能充电电池还能变大就是吊打那些只能充电把电池焊死的车型啊 今天呢是第三期视频来专门的来聊一聊乐道L60的智能驾驶 其实上一期也聊了一部分的这一期呢我其实是拿大量的素材专门单独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 本期呢更像是做给燃油车车主以及特斯拉车主们看到毕竟L60呢是面向他们所进行的一次消费升级嘛 那L60的基础硬件方面呢整个车有四颗环视摄像头七颗800万像素的高清摄像头 一颗4D毫米波雷达单颗ORONX芯片算力是254Tops就会有同学会有疑问 这个整体的配置是要比NEO要差一些的尤其是没有激光雷达 然后ORONX芯片也从四颗变成了一颗嘛 那首先能力上限以及冗余性上跟未来相比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究竟能不能让乐道L60在城市中好好的使用NOA呢 我们先看一系列的视频呗 场景这是一个在高速公路方面 特斯拉如果你想要变道的话 你看你一打灯车是不会过去的 你得把它dry过去才行 如果你想要打灯变道功能至少你要花三万两千块钱才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扯的 毕竟国情都如此了 特斯拉也不做一些改变是吧 然后还是继续回到了L60 L60你看到明显在山路上开 特斯拉在使用NAP去跟着走 但是跟着跟着大区就跟不上了 L60还是在走的 然后同样还是山路前面有一个公交车 你看L60还是丝滑的进行了绕行 两台公交车也都绕行了 我们看到屏幕上的整个规划的轨迹线做的也很正确 其实L60在这样的山路上能做的如此的水平还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毕竟这是天脑湖 没有高音地图 并且曲率特别大的山路 其实你是看不见这个出弯方向是什么的 这个车的感知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 挺好 好下面这个场景是 那个城市驾驶的过程中 我们在等待红绿灯 我为什么会把这个视频放出来 这个是想告诉你 ESD这个波动的十分的流畅 就是有的品牌叫SR 蔚来以及乐道叫ESD 整个屏幕界面展现的是流畅的 并且两屏拉全屏也都是流畅的 这是我想展示车机的效能 所以放出了这个视频 你看我们一直在玩这个桌面 然后它对周边的城市环境的渲染做的也都很好 反正你倒数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状态了 做的还是不错的对吧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是刚出隧道 属于高速的一个领航辅助 前面有一台车挡着我们速度比较慢 好这个时候过了实线区了 我们要开始主动发起便道了 你看刚过实线区 我们即刻就发起了便道 发起便道的同时 你看到远处看到路边的人了没有 我们的ESD呢也是可以准确的识别出来 到这你看我都紧张了 我双手都握紧方很准备接管了 但是L60还是很稳当的就这么过去了 好的这是高速场景 好接下来下一个场景 这个是在城市中要进行一个左转弯 这个左转弯对象呢 车我也以为它会跟我们是直行 结果对象也是右转 所以难度呢骤然降低 但是至少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左转弯过得还是很顺畅的嘛 这也是城市辅助驾驶的一些能力了 好的下一个场景继续 这个场景是一个右转 有一个车一直在我们的前方挡着我们 所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速度 但是它一旦转过去之后 跟我们就不再形成干涉了 我们乐道L60呢会先对它产生一个小小的绕行 把它绕过来 对我们来等等一看 这里好 它真的是要挡在我们平地就绕行了 绕行之后呢随即就开始加速 这也是在千岛湖城区啊 千岛湖城区有很多这样的路口 然后这个场景呢是路口据为复杂 然后我们没有被别的车辆干扰 我们坚定的过了这个路口 所以也是一个博弈能力的一种展示吧 好 这个场景里头是一个先执行 跟在了公交车后面啊 我知道这个场景还是挺复杂的 我当初在开的时候 你看我是跟副驾聊的聊的很开心 但是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忧的 毕竟前面是一个大公交车 它会造成的主要问题是你的前向视野 基本就被遮挡了 对吧 你看我还在玩我的ESD 是 好 这个时候我们在等待前方的灯变绿 变绿的这个过程中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前方 我们靠视觉也闪显示了这个红绿灯 但是因为有前面公交车的遮挡 所以我们目前啥也显示不了 好 右方的车辆右转已经放行了 好 接着现在执行开始放行 前方车走 我们随即跟着自动起步 这一切都不需要你额外操作 你要做的还就是观察 好 这里是个左转 这个左转看到没有 左边有个大货车啊 我们这个为了这个方面的车 我们稍微慢了一点 但是我们转过去之后 一旦道路状况相对比较明确 那我们随即就开始提速了 这里呢 其实在加速这个事情上 你看我们离那个大公交车 已经有点远了 以后可以加强 好 接着就是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路口 这个路口呢 复杂之处在于你往前过完红绿灯之后 看到没有 前方的车辆变多 路边还有人在站道 非机动车辆已经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些减速 进行了合理的绕行 这一切都是自动完成的 好 前面公交车又出现了 跟我们不在一条车道上 没有什么干涉 这个时候我们要右转啊 这台公交车也是要右转的 好 右转的时候 你要确定你到底要转什么样的一个曲线 那我们从外侧车道转弯呢 我们进的也是外侧车道 这一套走的还是行音流水般丝滑 没啥毛病 你看我都很放松 我还在那玩桌面的ESD 对吧 好的 下一个场景啊 这个场景是在城市里头 前方车辆里让了行人 然后速度稍微有点慢 我们直接发起了一次变道 对 这个变道变的还是虎虎声微啊 这个提速还是挺快的 这样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城市感知变道 好 下面是一个连续的向右侧变道 我们要右转弯 你看先变了一条车道 然后这里是实线 不能变道 我们跟着走 好 过完实线区之后 再一次发起下一次变道 好 变完之后我们是要右转的 我们还要再发起变道 你看我们没有斜线走变道 我们是遵照交通规则 先变一次走直线 再变一次走 再变道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不仅遵守了交通法规效率也不错 好 这个场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 你可以理解为蛇皮路口 蛇形的 你看绕进来之后有个电瓶车冲出来 好 发现它 没问题 减速过去 好 执行了 接着再往前走 这里感觉当你觉得已经没有啥风险的时候 这个道路开始慢慢的向右侧转 好 首先我们的感知要能看到 这条路口怎么走 好 我们过来了 过来了之后 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真正的亮点在后面 马上就要出现了 大家注意啊 你看到我的画面有点晃 其实主要是我的那个相机太重了 皮饼又很长 摇动就很厉害 好 这里开始了 左转 看 有一台警车压着对方的线 逆行到我们这头来了 主要是因为它被占到了 你看 我们顺时间就减速 然后让行 再过去 这一套的感知表现还不错吧 好 下一个就是啊 临时性的一些修路 站道 对了 你看我们让了一下之后 然后继续往前走 速度并没有降低特别多 好 接下来这个路 它是没有中心线的一条道路 这个道路是一个 我记得应该也是一个在山上的路线 对 是我特意要求走的 这条路线呢 最大的特色是 你看它没有中心线 所以你不能就是一直顶着走 而且路也比较窄 你看前方还出现了门口有货车 好 这时候绕行一下出来 站在道路的左侧走 继续往前 继续有车站道 所以我们继续靠着左边走 这个路线呢 还是对你的路径规划呀 还是比较有要求的 好 这里开始有线了 有线了之后相对来说就变得简单了 但整体上这一直是在一个山上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踩石场 对 反正这是这样的一条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条路 好 下一个场景 还是在这个场景中继续往前走啊 前面先是一个转弯 继续避让一个路边的车 对 这里面就是大量的要在道路上进行绕行 而且有的弯道相对来说比较死的一个弯 要试探性的开出去 好 到了这个路口之后 这是一个梯子路口 我们还是正常过了 差不多 这就是一个在城市没有中心线的道路的意思 好了 当然了 整体上来看的话 L60大部分的场景处理的不错 也会有一些一小部分场景 受限于法律法规的要求 以及现场的决策 人类驾驶员可能会做出更好的决策 但是到L60这里 因为法规的问题 他可能做的决策并不是那么妥当 具体来看就是像下面这个场景 前面有个车站我们的道 这时候我们应该绕行 但是地面上是一个实线 我想99%的人类驾驶员应该都会选择人工压实线过去吧 不然你不就卡在这永远走不了了吗 但是L60出于对交通法规的遵守 他又在这卡住了 真的就这么卡住了 再也不规划线出去了 所以等待后方没有车的时候 我扔一把指出来的 对 那这就是现实的情况吗 所以这些视频其实就告诉你一件事 千岛湖没有高精地图的情况下 高速领航辅助用的非常棒 城市NOA 城市领航辅助也可以用 而且表现的也不错 前几天其实我跟乐道庆华一起去直播 庆华在8月15号 第一台乐道L60量产车下线的时候 开始从合肥出发 环绕中国进行了36天超过2万公里的直播 目前这个直播的进度已经到30天了 在这么长长的直播中 这么长长的里程中 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 庆华呢 其实整个高速基本上都在使用NOA在开 然后呢 路途中比如在318啊 什么天路18弯 对吧 也都能使用一些领航辅助 至于说跟未来的区别 我觉得一方面是未来的四颗 RX提供了很好的群体智能能力 以及提供了较强的冗余性 但本质上这也给乐道的城市智能辅助系统 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首先架构上是同源的 所以有了未来的这个群体智能 乐道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使用起来就是更加容易的 很多别的车企说什么 单科RX一定做不了城市智能驾驶 乐道不就给你做出来了吗 并且交付即可使用 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了 未来是一个高端品牌 高端品牌其实除了满足正常的功能之外 它要满足一些配置冗余 它要提供更好的天花板 以及更好的成长力 2022年未来发布的这一整套四颗RX加激光雷达架架构 到今天都没有被别的车企所超越 你想想看这个领先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是在30多万以上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考虑未来的 但是面向大众市场的时候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成本所限 就是要去跟特斯拉去竞争 跟那些传统的一些燃油车 让他们来消费升级 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勤俭持价 持价有道这没办法 那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呢 这个像考试一样 当前的高速领航辅助 就像一个高中的知识啊 那城市的领航能力呢 就更像一个大学的知识 乐道呢是一个大学生肯定是可以用 那未来呢是一个博士生 对在面对一些极端情况 以及特定场景的时候 未来的表现会更好 但是面对大家日常所使用的场景中 那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能力 至于其他一些品牌 有的品牌说 我搞两颗RX芯片 标配什么城市支架 什么送给你 但是至今他们的LCC 连车道保持座都不行 你指望这些送给你有什么用呢 车永远是一个体系化的系统 永远是要考虑 在价格这样一个大大的框框之内 我要满足你的空间大 我要满足你的车辆省电 我要上900伏 我要支持换电 我要让车开起来舒服 我还要有城市辅助这种驾驶 这一整套都要满足的情况下 所谓六边形战士 那我自然是要在硬件上有所收敛的 你可以说到L60的极限 那可能会比未来差 但是即使在单个OrionX这样的情况下 今天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成果 比很多品牌双OrionX做的都要好吧 这也是乐道L60交付即可使用的一点 非常厉害的地方 其实乐道L60的配置定价权益 这其实是一体的事 单独讲一个都其实是不全面 都有可能会被人拿出来做文章 所以乐道官方期望的是 9月19号发布会之后 大家集体一体来看一看 这三者整个乐道能给出多么有诚意的一个竞争力 好吗 那关注这么久了 919如果所在的用户 我觉得他们给一点创始版的权益是应该的 那不如现在你就先花2000块钱下一个小定 这个定是预定的定 是可以取消可以退还的 并且现在2000抵6000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让车价便宜嘛 到时候我们来看一看919发布会 到底能给出多大的诚意 好不好 好的 以上就是懂买买关于乐道L60 第三期智能辅助驾驶片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订阅订阅懂买买 买买在头条B站微博 以及YouTube就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